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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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经纬的情报证实了 日本人还有一支部队进入了冰军 中央要求你们必须假象全面解决 是 那个牙科门诊发现什么问题了没有 这事还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凭我的直觉 那个牙医绝对不是真正来延安行义的 他应该是一个潜入的特务 我同意我同意你的看法 在没有发现问题之前不要动 这牵扯到归国华侨问题 弄不好让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您放心 您放心 在没有证据之前 我们是不会惊动他的 大头剑 你去吧 师爷 街头的人都安排好了吗 还让您的吩咐 街头的人早已安排好了 再过一会儿 他就出发 这几天我是反复着琢磨呀 共产党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大董家 你打退堂鼓了 我这不是打退堂鼓 我是说呀 我们遇事得多加消息 要加十万分的消息 街头的人可靠吗 今晚去接应的那个人 现在就站在你面前 你亲自去 对 我亲自去 别人去 我也不放心 再说了 咱们早说好了 此事在跑寨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你亲自去 这我就放心了 老爷 夫人叫您 这都什么时候了 他准备好了没有啊 刚说是好 只是夫人公走 叫他快点 去去去 谁呀 走 跟我去看看他娘俩去 大董家 夫人不肯走 尹可得好好劝劝他呀 昨天晚上说得好好的 这怎么又变了光了 哎呀 夫人哪 你这是又怎么了 你 老爷 你这么匆忙的叫我们俩俩去西安 到底有什么事情 你现在就给我说清楚 要不 我是不会走 夫人哪 我昨天 这不都跟你说了吗 咱到西安去啊 跟他二姨呢 走动走动 连了一下感情 将来啊 好叫他儿子到西安上学去 这 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真是这样 那 哎呀 我你还不相信吗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你得向我保证 我 我向你保证什么呀 向我保证 向我保证你没有二姓 夫人啊 你 你看我是那种人嘛 我 我要是早有二姓的话 我们就早 早找姨太太了 我至于等到今天吗 好了好了啊 来 夫人啊 夫人啊 大东家 言之有理啊 如果要娶一太太 大东家不早娶了 你说是不是啊 夫人 啊 我知道他不是那种人 可是他一定要向我保证 要不 我坚决不走 好 我向你保证 向你保证 我要是有二姓的话 我天珠地灭 遭了一批 不得好死 这可是你说的 事业也听见了 院也在场 你要做对不起我娘来的事 天珠地灭 你就放心吧 夫人 快走吧 车都备好了吗 都备好了 直到 夫人和少爷 上车了 好 请上车 上车 请 请 叫爹看看我这宝贝儿子 爸爸 你多久去西安街 我没有 爹过一阵子 就去西安街了 沤隆 有 是 akk 哥 先 让你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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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swoim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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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跟你娘一块儿坐大马车了 爹 我去的地方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呀 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等爹接你的时候 带你玩个够 爹 你现在再不能陪我去吗 爹在家里挣银子 挣多多的 给我儿子买吃的 买穿的 上车咯 来 来 来 慢点 云儿啊 路上要好好照顾他们娘呢 到了那儿打个信回来 师爷 师爷 我不在家了 你可要把姥爷照顾好 夫人 你就放心吧 我会照顾不好的 冯天 会 把姥爷放下来 放 爹 放 走啦 走啦 走吧 来 走 走 走 等待着 你感觉怎么样 吃苦多了 那就好 这两天啊 你不要用补过牙齿的地方搅东西 更不要吃过硬的东西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大夫 医术不错呀 你做姥爷多长时间了 在国外 我念的就是医科大学 对了 听说你从新加坡过来的 来这一路挺非周折吧 是 很周折 回国后 我先到了重庆 没想到重庆政府那么腐败 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那后来呢 后来就来延安了吗 是啊 后来 经朋友介绍 我来到了延安 感受到延安与重庆截然不同 这里没有腐败 大家一心想着抗敌 你好 你哪里不舒服啊 还要带我牙疼呢 不好意思 我这来病人 您过来 我帮你看一下 好 坐这儿 来 坐下来 往里看 来 疼辣嘴 老爷 大董家 夫人孩子都送走了 我也该上路了 师爷 路上要当心的 你放心 大董家 有我在 日本人别动队就在 我相信 师爷啊 你在我这儿干了已经二十多年了 虽是我是董家 可我从来 没拿你当过外人 出的就跟亲兄弟一样 现在咱哥儿俩是风与同舟 生死于宫了 就中着大董家的这份情意 我死也认了 上路吧 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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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延安方面传来消息 今天有个女巴陆 去了牙科门诊 你把路是这牙科门诊 是不是 烟区保卫处副署长燕熙呢 他去牙科门诊 是 看来他的嗅觉 真够灵敏的了 你马上终止牙科门诊 一切联系 是 站长 我们何不想个办法 除掉这个燕熙 哼 除掉燕熙 不是那么容易的 既陈继炎介绍 他才知过人 包括那个周静 他们都是敢间谍的好手 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更要想办法除掉他 那个周静 去对付日本人的别动队了 现在延安 只剩下燕熙一个人 现在 就是一个机会 是机会 但是 用什么方法 米小姐 你有什么良策 他不是盯上了那个牙科门诊吗 我们不如来个将计就计 将计就计 这个办法不错啊 接下来 谁去执行这个任务 宴席可不是一般人能对付得了的 延安方面不是还有我们的人吗 你说的是老鼠 不行 他可是我们打入共产党内部多年的特工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能暴露他的 战长 如果真能除掉这个燕熙 这还是值得的 并且还能为纪元清除一大危险 要是这样的话 除掉燕熙 的确是为陈继元清除了一大障碍 满烟啦 卖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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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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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斌 你马上去通知小虎 帮忙跟我一块行动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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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他带号叫老鼠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好 你告诉我 你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厮杀我吗 是的 刺杀你 是我们这次行动的主要意图 把他压下去 是 走 坐 是, 学习儿子往上的情 秀妹子, 是你呀 真是高兴 听说你付赏了, 我也没有去看你 这心里怪故意不去的 你照着好连 好连 转一会儿 真好连 方嫂, 你咋样 我挺好的 这妹子是你们一起的 她叫鼠燕, 是城里的 今天第一次瞎想 方嫂, 你好 你好, 你好 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你也坐 真是挺想你的 上次和你一起来的女同志没来 你舍得是宴席界 她工作上忙, 不经常瞎想 不过, 她让我见到你以后 一定带她向你问个号 谢谢她 你看, 城里人就是有文化 懂礼貌 妹子, 这次你们来有赛四啊 不瞒你谁啊, 胖嫂 那我们这次来的任务 就是东元贾力又两个以上的年青蛙残卷 你们从怎样能动元几个? 哎呀, 这是好事吗 我们从狗娃二柱 哎呀, 差不多十来个年 十来个年 嗯 胖嫂, 太谢谢你了 哎呀, 不行 打东阳贵子是在全国老百姓氏 这个道理啊, 我懂 胖嫂, 你觉得我真高 哎呀, 别说了 你单妹子不要给人口搞帽子啊 你省啊, 你不藏剧 她不藏剧, 谁来打东元贵子呀 胖嫂, 你这话说的真好 要是老百姓都像你这样想 参军你就不用动元了 就是嘛 要是人人觉悟都像我这样 你们真就不用动元了 胖嫂呀 啊, 除了你们村 那别的村还能动元几个 别的村就不好说了 嗯, 十个八个 三个五个的 哎, 我知道宝寨啊 有几个二十大几的后生 听说还砍过枪来 暴灾 嗯 意思是 给杨长生挡过地主物状的那些个人 对着呢 怕捅不过 咋就捅不过呀 怎么痛不过 现在不是将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看行 就是嘛 再说 他们也是穷苦人出身 要不这样 胖嫂 咱明天去撕一哈 看他们愿意不愿意 如果愿意 那回去再好好给领导降降 咋呀 玉秀姐 我同意 那你们要是同意啊 我明天就领你们上宝寨 嗯, 好 胖嫂呀 宝宅那可从来都没气过啊 哎呀, 没事 宝宅是恶娘家 我带你们去啊 你们就一百个放心吧 哈哈哈 胖嫂, 太谢谢你了 哎呀, 不谢不谢 走 扎实话去啊 哎, 走 走 走 你认为老鼠是谁 我认为这个老鼠 很有可能是上次和陈冰 一块漏网的那个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应该是 比陈冰更早潜伏进来的 应该是吧 上在什么地方 上在手腕上 沈三谋 到 交给你一个任务 到各部门去查一查 有没有昨天晚上 手腕上受过枪伤的人 是 严谐同志 你现在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了 老李 周进的电报 怎么说 昨晚 他们全接了那股突围的敌人 我们牺牲了五个同志 侦察员老李 也在战场上牺牲了 首长 这次我们付出的代价 可真是不小 是啊 虽然说我们付出了不少的代价 但是总算 把日本人的这种特种部队 给消灭了 要不我们危害更大 老方 电稿周进 让他马上回延安 是 严谐同志 你也马上回去查一查 看看有没有可疑分子进入延安 是 大红枣枣剥皮皮 人家都说饿合你 大妹子 来 吃早 哎呀 休吃早 来 来 拿着 胖嫂 你每天一个人在家呀 傅师弟 我妈他爹呀 在城里帮工 有时回呀 有时不回 秀啊 我还想问你呢 找到男人了吗 找到男人了 你猜不找男人是谁 谁呀 编区保安处处长 谁 编区保安处处长 哎呀 秀 那得起妹妹呀 你长了那么大 要打管管 咱不告诉我一声 你让我为你欢喜欢喜 咱俩 咱俩 咱俩也是才确立的关系 真的呀 告诉嫂子一声 老温女 她对你好不 人好不 好 他们准备结婚了 你真有夫妻 这一结婚了 保证生个大胖娃娃 胖嫂你舍三年 这婚动摸紧 咱舍到生娃娃上的 那还不快呀 这女子嫁含生娃子 很快快的很 胖嫂 这生孩子真的这么容易吗 说生就生啊 这来婚生娃娃很快的 那十月怀胎 十月怀胎不算啥事 就像种骨子一样 一眨眼就骨气了 听见没有 胖嫂说了 这结了婚 十月怀胎啊 你眨眼就过去了 你也跟着瞎胡扯 我瞎胡扯 你是害羞了 害羞傻的 哪个女子不嫁害羞娃娃 那说的对啊 你眨的没错 胖嫂 那结婚的丝环 你可一定要去 那去 那一定去 说好脸 说好脸 胖嫂 真好看 听个小小 想给她做一对 我教你 我这花样啊 可多了 好 快 你别菜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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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一下 停一下 八路均同志 从哪来啊 要去哪儿 我们从河北张家口来 要到吴崎去 八路均同志 这是我们的通知证 通通什么货物 打赶检查 就是一些布匹之类的 这一路上都检查过了 一路上都检查过了 现在也要检查 那好 检查吧 打一打了 同志 别误会了 我是背副厂的 他们是帮我们背副厂 运送布匹的 这是我的介绍信 陈掌柜 一路辛苦了 我来见你们的 叫黄部长 黄部长 不辛苦 你看 还让您亲自来接 真是不好意思 陈掌柜 这次 你们可耽误我们大事了 眼看东京就要到了 部队免疫还没做出来 上级已经批评我们了 是吗 你看 这都怪我们一路给耽误了 黄部长 请多多包涵 多多包涵 没关系 没关系 黄部长 既然他们是 给你们背负上运送的货物 那我们就不检查了 带他们走吧 好 谢谢你们 放心 小白贵 上楼吧 好好好 八路军头站 谢谢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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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像三年还不睡 想明天去保寨上的事情 玉秀姐 你白天说的有些道理 那些人以前给杨长盛当过地主武装 即使我们动员他们同意了 上面也能不能通过 这还真是个问题 哎呀 我说你们两个啊 万一不睡觉有所啥子吗 是是 省明点上暴灾的事吗 再来 不想去了啊 不去闻省心 胖嫂 那你就给咱拿拿主意啥 我说的也不酸 我主啥主意啊 算数胖嫂 我说的真算数啊 那我说啊 这是好的事 咋又不屈了你 我说 你们两个没有主见 胖嫂 不是我没有主见 我是怕动员的那些后生同意了 上面又通不过 那我们不是白费功夫了 哎呀 我说大妹子啊 你说过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统一战线 这可行一锁的哈 这咋又不去了你 这话是我说的 可我 也没说明天不去保寨 明天去哈 去 去哈 去吧 大董家 日本人到了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啊 大董家 这位是大祖晋川先生 这位是邵祖 伊藤先生 这我们大董家 杨长盛 师爷 他们带来的 那些弟兄们呢 哦 都安顿好了 你就放心吧 大董家 哦 带我 把他们照顾好 好嘞 好嘞 好 大董家 这次在府上能做集结地 我们就放心了 还有 路上多亏你府上的师爷接影 要不然 我们可真有麻烦了 您太客气了 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 我杨长盛 愿干脑涂地 在所不惜 大董家 有你这句话 我代表大人不定国军人 和土飞员将军 向你表示崇高的敬礼 勉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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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后啊 那就是七兄弟了 青兄弟 你得明白 啊 休息 我杨长盛 找啊 赵会长 哦 起来了 对了 你把那个汇报材料写好了没有 写完了 小张 你把咱们扫毛工的那个资料呀 给我带上 用上边用 好的 赵会长 怎么了 这会儿 哦 没事 慢点 这个义不晓妮摔短 那正放个耙子这 怎么搞的这是 哎呦 怎么流这么多血 哟 赵哥哥 怎么了 不晓妮摔了 有那么多血 我去拿绷带 咱还是去医院吧 不用了 总算去拿绷带去了 没事 来 赵会长 我帮您报仗 我学过急救的 来 来 给我 来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自己来 您小心 没事 没事 赵会长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那个 陈兵科他是好同志 他不是叛徒 他不是特务 陈兵科他是好同志 他马上就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走啊 好 好 他是好同志 他不是特务 宋姜啊 你要听话 可别乱跑 就在家好好待着 好 我不乱跑 我就在姚总里待着 陈兵科不是特务 总是相亲他了 要多多地说这儿 彭总 你说三级面期能有收获过 怎么有收获呢 那是胆心 他们死相上有障碍 怕冬连不掉 哎呀秀妹子啊 这样 你们死相上没有障碍就行 你们死相上有障碍 这冬连工作就没法做了嘛 哎 彭总 你这话啥意思啊 那这话啥意思 你想啊 你们两个思想上有障碍 老是觉得他们给地主杨长盛扛过枪 这个心里啊 觉得别扭是吧 你说要是这样 这个冬连工作还咋做呢 要恶说呀 几天不去了 哎 胖嫂别别别 我们都出来了 咱能走回头路呢 这不能走啊 回去也要回去嘛 出来都出来了 就宝座回头路了 那你们思想上莫有障碍了 胖嫂 我思想上没障碍了 去 大妹子 你呢 那思想上也莫障碍了 去看看 如果他们愿意 那回去好好给令刀讲讲 我开心 我可说好了啊 你们要是再有啥想法 我立马回去啊 莫障碍了 这是 走吧 走走走 叶部长 警察吗 警察吗 你回来得真好 我有个重要情况向你汇报 说 昨天深夜在干谷义后山检查站 曾有队马帮从这儿经过 马帮 检查过了吗 检查站的同志 要进行检查的时候 可来了一个自称是 八路军背负场的干部 八路军背负场的干部 他说马帮所拖的货物都是背负场的布匹 所以检查站也就放心了 金才猛 你立刻去一趟背负场 你询问一下他们 有没有一群马帮帮他们运送过货物 立刻去 体渾及备队 马帮 买 立刻鲁 你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